接着是疫情升温 华航进入了清零专案的2.0 华航就表示说 这货运优先 利手产业供应链 恐怕要再创天下了 交给飞鱼 好的确我们来看到 现在在华航为了要防堵疫情 所以他们也在执行清零专案2.0 那么会把这个人力的部分分组调派 那么希望可以维持航班的一个营运 目前还并不是一个所谓 全面停飞的状态 就是希望可以全力来守护产业的供应链 不希望出现中断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华航在调度航班的部分 是以货运航线作为优先的 不过的确也会导致整个出口的运能 现在出现缩减这样的一个情况 蓝货的业者就说了 现在华航全力保留的是美西的航线 但是因为欧美航线主要是排在周三之后 所以还是要看之后的颁表 才能够知道说 到底这个航线是减了多少 不过业者也坦言说 现在弹性处理的空间的确是非常的小 因为以五月份来看 整个仓位目前都是全满的 势必很多的货现在都是上不了飞机了 那么在先前 其实我们说从原本的海运变成空运的 很多都是所谓高价的货品 像是一些高单价的自行车 或者是运动器材等等 现在如果又要转到海运的话 那么六月份的货柜船运 恐怕会再创新天价 到时候也会让一些货价不高的产品 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台积电跟联发科四月份营收稍稍下滑了 但依旧创下同期新高 背后隐忧交给斐鱼 好的确两家业者 这个营收都是下滑的情况 以台积电来讲是月减13.8%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 苹果手机晶片的转换 加上新旧产品的转换 所以下单量出现了下滑了 那么在联发科的部分 同样四月的营收月减了8.9%的一个幅度 主要是来自于在印度跟大陆手机的拉货动能 现在都在减缓 所以美系外资 现在也把联发科的平等 从买进变成是只有持有 但是联发科自己内部 对未来的成长还是很有信心的 跟我们说到台积电的营运后事 其实大家还是非常的看好 现在还有一个利多 就是高通委托三星代工5G的晶片 现在是有接连出包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就急着找台积电来求援 那么在中科厂6奈米的制成 每个月的每一季的季头片量 会因此增加2万片 那么预计在8.9月就会产出 那么明年5奈米的部分 动能来看也是非常的强 对于营运后事都是很乐观 金控4月份的获利也出炉了 请教肥鱼 好我们来看到金控的获利表现 15家金控在今年4月一共赚进了549.667亿 那么今年前4个月就赚进了2475亿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的获利是有受到疫情的干扰 所以基期是偏低的 而今年资本市场的多头表现 可以带动整个金融机构的财务操作收益 因此增加 所以这个获利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亮眼 好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礼专 那么很多的这个弊案平传 那么现在金管会锁定的 就是这个投资型保单的一个引发的乱象了 那么不希望银法族的这个退休金 因此化为乌有 所以把银法族的理财 列为是金管会现在必须要监理的重点 他们在5月份的时候 其实已经对于25家金融机构呢 有做所谓专案精简这样的一个情况 预计在今年的7月底之前呢 就会完成了 到时候呢 不管是理专或者是保险业务员 有不当销售 那么或者是有做不好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到时候都会加重来惩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经济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新闻App